1921年7月,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,共13名代表。 第二年,陈公博脱党。第三年,李达脱党。第四年,李汉俊脱党。第五年,周佛海脱党。第六年,包惠增脱党。 1930年,刘仁静被开除除党。1938年,张国焘被开除除党。 以上7人中的陈公博、周佛海当的大汉奸。 抗战胜利后,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。 其余六人中,王晋美1925年牺牲。邓恩明1931年牺牲。 何淑恒1935年牺牲。陈谈秋1943年牺牲。 等到1949年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时,只剩下两个人了。 他们是毛泽东和董碧武。 lama往前进入物2021年牺牲。 form楼下廓山与月19日 wieder続 empres翌!